大家好 周末在超市里买到了一把新鲜的馅菜 就用它来做一个好吃的家常菜 上汤馅菜 先来准备四拌大蒜 把它拍扁 再切几片生姜 你可以用一个咸鸭蛋 或者是一个便蛋 来做这道菜都可以 家里只有现成的咸蛋黄 拿出一个把它切碎 再准备一根小葱切瓶葱花备用 所有的配料都在这里了 大约250克馅菜 用水把它洗干净 掐去根部比较老的那一节 准备一个砂锅 锅中加入一点点食用油 油热后 下入姜片和大蒜瓣 把它们煸香 大蒜可以煸的微微有点焦黄 味道更好 下入咸蛋黄碎 炒出黄油 加入一碗提前煮好的热鸡汤 如果你是从超市里买来的鸡汤 需要用微波炉把它打热 冷的鸡汤加进砂锅 容易是砂锅爆裂 盖锅把它煮开 煮开后加入一茶匙蚝油 继续盖锅 让它煮一分钟左右 可以尝尝咸蛋 适当的加入一点点食盐 再次开锅后 下入准备好的馅菜 盖锅 大约煮五到六分钟 中途可以打开锅看一下 防止烧干 我买的这是纯绿的馅菜 大部分的馅菜是微微有点紫红色 煮出来的汤会更好看 五六分钟后 馅菜已经煮软了 这时候开锅加入葱花 和一点点白胡椒粉 淋上几滴香油 就可以上桌开吃了 馅菜的营养价值丰富 它的维生素C含量 高居绿色素菜第一位 而且透着特别的清香味道 秋天天气转凉 来一锅热气汤汤的上汤汤 味道鲜美 而且做起来又快又方便 如果你喜欢 就赶紧试试吧 我是唐粒 喜欢我的食谱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谢谢您的收看 让我们下期见